昨天下午的五点多钟 加州南京武唐村的唐先生报警说 自己的面包车放在路边 时间不长就被人给撞坏了 他认为刚才停在前面的一辆挖掘机 有肇事的嫌疑 接到报案 民警帮他在周围寻找了肇事挖掘机 唐先生讲 面包车停在门口也就20分钟的时间 办完事回来一看车头扁了 挡风玻璃也碎了 回想刚才车子前面有辆挖掘机 现在挖掘机不知去向 再看车子被撞情况 怀疑很可能是挖掘机撞的 报案后民警带着他在附近寻找 半个多小时后果然在一个巷子里 找到这台挖掘机 民警仔细查看 终于找到了证据 车主不在现场 民警找到施工监理陈先生 陈先生和挖掘机驾驶员联系后 驾驶员承认 他在挖车时碰坏了唐先生面包车 因为有事就离开了 自己愿意赔偿他的全部损失